好这个这个范例呢 但我需要的是点选下一下一张跟上一张 那我要把它实做出来 所以刚刚讲到说 呃 第一个我要需要有三个物件的宣告 跟三个物件的连结 连结FineView把ID 去把画面上面ID叫做B01把它抓出来 B02把它抓 那你会发现哦 FineView把ID也是从什么 大R 这个刚刚有讲过 从大R里面去找一个ID 也就是说你在画面上画了一个元件 它会在大R里面也登记了 那也是用什么呢 也是用整数的方式去做连结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它是一个规则性 有点像是我们的身份字号一样 反正就一定是唯一的 不可能重复的 那只要你产生了一个元件 放了一个图进来 它都会登记的 它会有一个什么唯一的ID 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上一张下一张的话 那我需要怎么样 利用ID的方式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整数的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呢 我的名称叫IMGID 然后呢 从哪一张呢 特别是从第一张 就是Image01一直到Image06 那总共的话会有六张 那特别是Image的那个 所以你从零开始 所以特别是ImageID 这个瓜虎 中瓜虎 零的话 就是代表这一张 一直到最后一张的话 是瓜虎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抓到这个数字 其实就是可以在这个数字上面 动一点手脚 所以呢 第一个预设值一定是零 所以呢 我这边可以宣告一个整数 就是P P的预设值等于零 那也就是当P等于零的时候 就第一张预设值嘛 那如果说我要下一张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阵列里面的值 换成一 那就会抓到第二张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 一 好 一直类推 那往下往下 往下一直到第五张的时候呢 下一页我是要回到第零张 所以呢 我最后如果说发现 当这个值等于五 或者是当这个值大于五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改成零 这个是下一张的写法 那上一张的话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地方 再往前 就是用减的 减减减减减减减到零了 诶 减到变负一了 对 如果当它小于零的时候 那我怎么样 把它改成五就好了 让它有一个cycle OK 那有这个观念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话 这边还宣告一个count 这个count 实际上就是从什么 从这个阵列里面 去取得它的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的话呢 总共多少呢 这个就 这个回 这个值得多少 上面嘛 总共有几个 六个嘛 所以特别注意哦 它的总长度是六 也就是说 阵列的话是多少 零到五 它编号是零到五 那总共的 总共长度是多少 总共是六 所以特别注意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作 那实作第一个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我们先从哪一个呢 先从下一张开始做好了 假设说我今天按了下一张 那一定会怎么 需要在上面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listen呢 这个listen呢 怎么进行我讲前面做很多 讲了很多了 那基本上至少有四种以上的实作的方式 那我的习惯是set on click listener 所以我们就是在b02 先做b02 b02就是下一张 点set on 有没有 这前面我讲过嘛 你就点下去之后的话 set on on